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我大概一期点击当中也提到了 陈道明在评价他的婚姻的时候 因为王妃的婚姻出现状况 现在已经离婚了 他讲男人女人生命的另外一半 不能给予自己这一半一种灵性上的安慰 一种生命的追寻的时候 特别是作为艺术家 那他就死了 那灵性的一面 恰恰是被现实的这个体制环境 就是中共体制环境扼杀的一面 他这个环境强调的是利益 所以这是我们在过程中跟大家交流过的 为什么提这个呢 是因为现实的环境 中共上层打斗太凶狠了 一波一波呢 这还没过年呢 这已经就是大家在一月份的大概前后十天 一件事接一件事 一件事接一件事 那特别是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呢 习近平宣布呢 他任主席和李克强 张德江两个人任副主席 但是里面的任何人马都没有呢 这个这件事情出来呢 表现出体制内的打斗 这是我说的 他的打斗的过程 今天作为老百姓来讲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要抛弃他的过程 就抛弃共产党本身的过程 这就是我说 你抛弃他是在灵性上得到真实的自我 王飞也好 陈道明也好 许志勇也好 李纳也好 在不同方面的人 都有着共性 就是对自己灵性的尊重 德国之声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习近平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权力空前 文章提到说 习近平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那就变成了他个人上有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一身 完成了权力权力本身的全面垄断 这个我们在三中全会开完之后 石涛就跟大家讲过 最终的结果是这样 他必须垄到权力 因为太危险了 但大家想过没有 习近平垄断权力 用了这一年多的时间 费尽了心思 能够获得这样的权力本身 就是对十八大的完全的颠覆 十八大的结果 所有舆论认为那是江泽民获胜的结果 改革派失败的结果 这个胡锦涛裸退的结果 那今天的习近平的垄断的权力 重新权力再分配 就对江泽民整个的真实的否定 才出现一连串的废除牢教 开唐政法委 抓起周永康 等等一切一切 都是为了否定江泽民 文章写的比较长了 那这里关系到一个 有关这个国安会的属性问题 文章引述了一些评论人士的认为 中共当局将国安会定为国家机构的话 那就需要在2014年看人大会上修改宪法 来确定这系统的肩价结构 那这个中国学者国务院前秘书 于梅孙 于梅孙向德国之声表示讲 中共当局透过将国安会确定为党的机构 避开了这个程序 文章也介绍说 这个肩价结构也是这么说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听命于受就受控于政治局常委 和政治局 现在我们看到是这样 但是如果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的人 都是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人的话 那你说在内之上还是在内之下 我说的话就就像现在这个概念一样 成立了这一串 这一串机构 习近平掌控权力就等于把十八大给炒了 而这样的机构的出现 从某种程度上跟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人马 机构的出现是重叠的 对于国家而言 对于一个共产党的政权而言 但是反过来说 已经有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了 他没必要再去设立这些 而为什么拼命在三中全会一定要设立呢 否定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否定那样的东西之后 才可能后面对江泽民整个集团进行最根本的打击 因为当时整个六四之后 江泽民整个集团上来的 在邓小平的属于之下 强调了所谓的集体领导 现在的做法是否定那集体领导 但是呢 那集体领导是国家的名 是共产党的名义 现在的名义是国家的名义 可能是可能不是 在这样一来一去的打斗的过程当中 对吧 陈光标的缺心眼 真的 陈光标确实缺心眼 然后一直延续到离岸中心的 这个离岸 离岸公司避税的这种财产的被曝光 这里面都是出现跟政法委有关 跟整个江家的人马有关 一来一去之后 就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 被确定为习近平之后 网上出现了同样的另外一条消息 这条消息说的非常的斗嗝 没有任何新料 有人试图搅浑水和离间 离间谁 没说 破坏习近平 反腐努力 非常逗嗝的消息 北京消息人士 告送爆料网站说 内部一些消息称 习近平向特殊利益集团 让步并且投降 这完全是试图误导 搅浑水 破坏习近平和中央的反腐决心 恶意 分离习近平 江泽民 曾庆红 比陈光彪还缺心眼 不能说这话 这么说 这不是弄死 真是 枉死了 弄江泽民 曾庆红 离岸公司的出现 把太子党曝光之后 我跟大家讲过 这是就像诺曼底登陆一样 二次大战 习近平的 现在中共上层 与整个江泽民派系 正面开兵建战 你死我活 大家改不了遍了 在李东升被拿下来之前 习近平 这个江泽民一再表示支持习近平 有那么多退下来的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谁都不说话 偏偏你江泽民跟曾庆红 为什么露脸 此地乌银三百两 第一 第二 也就表明今天的中共上层 玩了命的要干死江泽民 曾庆红 最终的目标就是这个 最后你下狠手 把当初政法委 周永康罗干控制政法委时 搜集来的所有今天中共上层家族里的资料 有选择的给放出去 出现了现在的太子党的那个内容 李安公司的内容 我就跟大家讲过 这样的出现 不是你弄死他 他就是弄死你 没有退路 完了之后 习近平宣布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是他 当这样的官员出现 这样的官位出现之后 以任何对国家造成威胁的东西 他都可以干掉 明正言 言顺 然后江泽民抽抽了 突然说了这么一段话 有人恶意分离江泽民 曾庆红跟习近平 习近平的爹 一百年 一百年的名诞的时候 你曾庆红家里都没人去 你不是太子党的大佬吗 所以 真的 这就是我说的最斗嗝的地方 这样的表现出来的江泽民派系的人 真的没人了 所以我说 这一招的用手 比陈光彪那一下 呃 臭到奶奶家了 真的 臭到奶奶家了 因为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 他提了几条了 他说第一条 习近平和现任及退休的政治局常委 强力支持并以最大的决心进行反腐败 尽管决心很大 行动必须遵循法律和依据 这都是片汤化 盖帽的 关键的是第二条 试图引起习近平和江泽民的分裂和敌意 完全错误和有恶意 江泽民一直不动摇的支持习近平和他的反腐行动 有人一直故意抹黑和搅浑水 让公众认为习近平江泽民是对立的 这完全是谎言 江泽民不断表示支持习近平 支持习近平是他最后最大的工作 用你工作吗 用你最后吗 十八大结果是你的呀 所以就我个人的看法 咱们就看吧 我还是那句话 2014是每一个人在大善大恶的被显示出来之后 恶的一面一面被表白之后 每一个人必须做选择 你不相信神 你不相信鬼 但是神鬼不会因为你的信不信而确定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